B.A.5疫情升溫 打B.A.5次世代疫苗 才能夠有足夠防護力嗎 中国无人机侵扰厦门突喊咖 对岸有意降温 还是怕擦枪走火 民进党托党参选有魔咒 被开除党籍的参选人 真的都选不上吗 欢迎加入近新闻调查报告 我是大方杰 疫情流行指挥中心 预估台湾即将进入 新冠肺炎B.A.5疫情高峰 然后要采购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但是我国采购的是 含B.A.1变异株mRNA的次世代疫苗 而不是含B.A.5的 所以就有质疑的声音认为 我们购买的这一批疫苗 是没有办法应付B.A.5的疫情 那指挥中心就说明 其实这两者的差异在于 B.A.1这个已经进行了 相当程度的人体试验 而B.A.5的次世代双架疫苗 目前却只有动物试验 还没有人体试验的资料 所以其实前者的安全性 还比较高 那我们今天也会请工卫学院教授 来说明 我们有需要换成B.A.5双架的 次世代疫苗吗 而这一波疫情当中最该注意的是什么 有哪些族群要格外当心呢 另外中国无人机频繁侵扰金门 甚至还扔下了榨菜茶叶蛋等等 伤害不大 侮辱性极强 总统府副秘书长黄崇彦 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就表示 无人机在台海敏感的时机 这样飞到台湾的上空 或者是禁制水域 是明显的挑衅 而老师用无人机 其实就是他们之前讽刺 陪洛西的就是窜访 但是这样的挑衅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中共即将举行二十大了 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讨论 习近平执政十年 对中国党国体制造成了哪些改变 同时也要来判断 在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在这里 中国以及面对台海 对外关系的可能变化 先回来关心疫情的部分 国内B.A.5疫情已经连续三周升温了 指挥中心说目前明显进入了下一波流行 今天新增的本土是两万三千九百三十一例 境外一百七十二例 还有死亡三十一例 而虽然疫情升温 但是指挥中心还是放宽了边境的措施 宣布从九月十二号开始 美加 纽澳 欧洲跟邦交国的国民 入境都恢复免签证的待遇 而且预告还会有下一波的开放 疫情连三周升温 明显进入下一波流行 还出现首例B.A.2加B.A.4 重复感染 北部四十多岁男性六月确诊过 八月又发病 病毒量还不低 截至三号重复感染累计九千八百三十三人 专家拿研究点出警讯 B.A.5潜伏期从三点四二天 缩短到只有两天 不仅重复感染几率大增 美国研究重复感染到B.A.5 会使六个月内死亡风险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四 住院风险也增三倍 但指挥中心缓夹目前观察 没有太大变化 中榜免签入境还有下一波边境放宽 时间表B.A.5高峰九月中下旬 十月开始三加四入境 渴望改一人一事 入境总量再提升 开放团客 再开放国人参团跨境旅游 最后才是入境零加期 可以从事商务参展考察国际交流 观光盼清社会访问等 无需申请许可的活动 单观光只限入境自由行 团客再等等 千呼万唤国门全开 一切都等高峰过后 进行文零星李宇哲 也因为高峰即将到来 指挥中心催打疫苗 所以卫福部食药署在上周五 核准了莫德纳的次世代二加疫苗 紧急使用授权EUA 试用的是十八岁以上的对象 作为追加剂的接种 那对于次世代疫苗 会不会扩大到一般民众的接种 指挥中心今天下午 举行了ACIP专家会议 召集人李宾颖透露 因为九月底只会到获两百万剂 所以目前开放两类人优先施打 一个就是脆弱族群 包括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还有具有高风险因子或是免疫不全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病毒高暴露的对象 也就是医护人员 还有港妇人员等等 但是详细的接种对象 还是有待指挥中心的对外说明 不过对于中央采购的疫苗 中广董事长赵绍康质疑 我们购买的EUA的次世代疫苗 只有针对BA.1 没有正在流行的BA.5 那指挥官今天再次消毒 强调BA.1疫苗 对抗BA.5也是有效的 至于BA.5双价疫苗 我们同样也会购买 不过因为还要配合审查 还有供货的问题 所以目前到货的时间 还没有办法确定 大家都在抢 那你也去抢 不能说因为大家抢 我就不抢了 OMACRON的BA.5变异株已经来了 不过疫情指挥中心 目前采购审查的 却是次世代BA.1 二价疫苗 让蓝营质疑 蔡政府动作慢半拍 但专家又怎么看 很显然就是得过BA.1的人 还会得BA.5 但是症状会减轻 那如果能够打最新的疫苗 那当然是保护力是最好 能够对抗新的这个变种病毒株 从科学的观点来看 你BA.5才比较有效果 那所以我们就应该往那个努力 那个方向去努力 如果打BA.1 你打出来的抗体 对抗BA.1是很好 可是碰到BA.5 你会降三到七倍 那目前如果我们 最快可以拿到的是 武汉加BA.1 那我们就打武汉加BA.1 可是我们同时要去买 武汉加BA.5 因为我们国内流行的 就是BA.5 BA.1的这个双架的疫苗 对现在流行的这个病毒株 其实是有效的 以相对的资料也比较完整 看起来是有效 那而且他的到货 期程是可预估的 指挥中心再次修毒 强调施打BA.1次世代疫苗 也能降低感染 BA.4 BA.5病毒株的几率 到底莫德纳所生产的两种 次世代疫苗有何差异 原始株加BA.1 二加疫苗已完成第二 及第三期临床试验 但BA.5只有动物试验资料 和抗BA.1的佐证资料 尚未进行人体试验 现阶段只有美国核准使用 而BA.1次世代疫苗 包括台湾 欧盟 英国等至少五个国家核准使用 全世界分成两个阵营 一边就觉得BA.1就好 一边一定要打BA.5 那当然实际上 你买 你哪个可以先买到 哪个比较晚买到 这个是实际上市场的 供应的状况 那你还是要得迁就现实 美国通过的这个 BA.5的双价的疫苗 我们也会购买 因为还有审查的问题 那还有供货的问题 我想这个时间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确定 指挥中心表示 今年向莫德纳采购的疫苗 合约就已注明 若有任何新的疫苗开发 我们随时可以采购新的疫苗 只是BA.5尚未经人体试验 会有安全疑虑吗 跟时间赛跑 不管哪一种次时代疫苗 都得抢时间施打 才能避免BA.4 BA.5新冠病毒株 在秋冬大爆发 今天新闻陈采购建成采访报道 现在一直说要抢时间 抢快施打 主要是因为指挥中心预估的高峰 很快就要到了九月下旬 发言人庄仁祥也表示 社区流行还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所以面坡对这个新一波的 BA.5 疫情到底该怎么样因应呢 我们连线给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 陈秀希老师 请教一下这波疫情当中 我们要特别留意当心的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疫情又要起来了呢 流行为什么会再起 理论上来讲 在BA.2.2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大流行过的国家跟社区 理论上来讲应该可以有一段时间 即使是BA.4.5进来也不会 也不会 也不会有这样的小波流行 韩国就是一个最显殿的例子 那台湾当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在7月到8月中旬以前 都是因为BA.2.2的流行 大流行之后 所以我们还是维持着 因为大流行会带来今天 所谓的自然免疫的感染 尤其是在年轻人 他的自然免疫感染 所以这个本来就不会 可是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点4.5会 会开始有上升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群人 他的这个疫苗 其实开始因为 比较早打 特别是年纪大的 或者是50到69岁的这一群人 他的这个疫苗开始会追加剂 因为他比较打疫苗 比较早打最佳剂 所以这一群人当然就会 可能他的疫苗失效 那他之前也没感染过 那他就会在这一波流行之中 就会可能 会被所谓常会 疫苗这个疫苗突破性感染 那 年轻人也会 只是年轻人在上一波的BA.2 跟过去他的这个追加剂打的比较晚 所以他的这个反正在BA.4.5 这一群人的时候 他感染也是 也是有 可是就没有像我们看到的 50到69跟65 那因为很多人疫苗保护力又失效了 那接下来面对新的疫情 食药署就通过了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原始株加BA.1的这个紧急使用授权 但外界指引现在流行的是BA.5 但我们去买的是BA.1的 还有效吗 那针对这个部分您又怎么看呢 还有国外的研究也显示 针对平均年龄63.5岁的族群 有高达四成三的人 打完了这个次世代疫苗之后 他是测不到中和抗体的 所以到底是打次世代 还是干脆打第四剂 老师您的观点是如何呢 其实这个 我们知道Omegon的疫苗 其实不管是点1 还是后来的点4点5 其实老师讲 他对于这个Omegon的保护 大概抗体中和容度都会比改善 都会比一般来讲 第一世代疫苗来的 多了30-40%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所以其实这个一直就告诉大家 BA.1还是比你现在第一世代疫苗好 所以你如果我的观点来看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打这个疫苗 就是说对于这些脆弱的族群 我认为如果你有排到BA.1 你就应该决定要打了 你如果没有排到 你也要考虑到时间 那你如果今天你怕他变 自己变中重症 那你就应该马上就打第四剂的最佳 如果你没排到 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 个人的抉择的决策 那我刚才已经分析的很清楚 就是说你的决策就是从 这个第四剂跟BA.1做一个决策 再来才是等待BA.4.5的决策 这样子的决策 你才知道我刚才讲的 从个人层次到族群层次 我们应该要怎么考虑 那从族群劫策来讲 我当然会很赞成 能够打的疫苗一定要先打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打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 今天所有的人都 在等待这种过程中间 不会被BA.4.5感染 感染的又刚好又是脆弱的族群 那又引起中重症 那对国家的损失 当然是有 对人民损失 当然有 所以我当然会主张 能够打第四剂来预防中重症 不管他今天是第一次带疫苗 还是现在他一定可以保护中重症 这是大家已经确定的原则 那你为什么不先趕快打 不过随着疫情的变化 美国CDC有一个新的建议 就是说新冠疫苗也要流感化 也就是这个疫苗要常态性的改版 每年都要接种了 就像过去的流感疫苗 这的确会是我们接下来的趋势吗 其实随着Omicron的流行 疫情的共存 病毒慢慢已经走上 要走地方流行 所以他的流行个案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 变成完全个案 完全都没有 从韩国的例子 从韩国 从韩国的大流行看起来 最后又有小坡的流行 台湾在 这个六月的BA2流行 现在也有点5的小坡流行 就可以看出 他一定会走上地方流行的 所以这个地方流行的 这样的一个走向 就会促成的内在疫苗的开发的时候 慢慢会变成跟流感疫苗一样 不会再像现在 只要一个亚变种病毒出现之后 就做一次的疫苗 我们从他的临床实验 没办法再做第三期 而是从所谓的 免疫桥接的方式 来做这样的一个 接轨 就知道以后 会变成流感 也就是说到一个地方流行之后 只会大概一个年 一个年度再来考虑上这个病毒的变异 你再来做一次疫苗看是要多价的 两价变三价 三价变四价 而不会顺应的这个疫情 然后呢 每一次一个亚变种病毒出来 就出现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次世代疫苗 那么这完全不符合今天整个 国际间对于疫苗发展的 这样的一个成本效益 以及疫苗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大家也要了解 慢慢的地方流行化之后 疫苗也会慢慢 倾向于变成这个流感化的 这样的疫苗的发展 也不会说每一次都要打 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 它也会变成跟流感化疫苗的 这样的一个疫苗的打法是一样的 接着来关心中国无人机的侵扰了 中国无人机频繁侵扰金门 现在呢还丢下了榨菜跟茶叶蛋 等等挑衅的行为 总统府复秘书长黄崇彦 今天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批评 无人机根本就是在灰色地带 做明显的挑衅 对于外界质疑 国防部队无人机的处置 那是不是有点慢半拍 黄崇彦就说 因为开火的确会是比较敏感的状况 军事专家也进一步解释了 说小型无人机呢 其实不太容易被发现 而如果你去轻易的用射成 比较长的狙击枪的话 其实反而也没办法打到 而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代表辅方定义连日来的无人机之乱 黄崇彦上节目斥责中国不理性 一并解释为何要等对岸挤牙膏 国军才处置 通常他速度也很快 其实你在雷达上要辨识 也没有那么容易 就整体政治上来说的话 你在他来骚扰的过程中 你要采取说立刻把他打下来 或是要立刻包括说开火 因为开火这件事情 基本上是确实是比较敏感 鲜耀弹干扰枪 反制装备官宣亮相 妙的是步枪没上膛 也看不见陆军狙击手 或许就担心擦枪走火 拿失语为例 距离厦门黄错只有七公里 实弹如果没打中无人机 榴弹在海域内可没长眼 就在炸弹来袭后 厦门公安局三号宣布 为了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全面禁飞无人飞行器 但事隔一天军方新闻稿 首次列入无人机 停机冷静 难道是虚晃一招 十二号前都是观察期 如果无人机之后又不请自来 谁在开绿灯 答案招染若接 净新闻 月福彭宇宙参谋 好 所以我们也要来请就国防院 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老师请教了 我们刚看到厦门公安局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议举办为由 禁止未经过审批的无人机起降 学长您认为这个是一个区域性的 暂时性的措施吗 那如果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就可以了 还是还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呢 禁飞这些无人机 我想主要还是为了会议的一个 就是说举行 那第二个当然不能排除 是因为中国部分的这个民众 他把无人机的这种洗脑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 或者是计划性系统性的做法 从早期的 就是说只是拍摄我国外导据点的这个图像 那到现在出现了 就是开始挂载这个物品 同时就是里面用的是 非常具有高度恶意的这个 淫浴式的这个做法 就是包括原子笔榨菜 还有就是茶叶蛋 那浓缩起来就是变成原子炸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可能会造成两岸 这是这个军事安全的一些变数 这对于中共来讲未必是好事 所以他也藉由这一次的这个十天的禁飞 进行一个降温的行动 那第三个是 他顺便也就是等于说做一种预防 等于是这些无人机 对于我国外导的这个侵劳 等于是给他们内部做一个示范 也就是如果以后他们内部有一些 民众如果对他们政府不满的话 也可能会用藉由这无人机的手段 来对于就是他的一些 这个社会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 进行这一种类似的洗脑 不管中共方面他如何去就是做这些无人机的管制 最重要还是我们要尽快的补强这个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主动跟被动的防御系统 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就是治本的一个方法 中共二十大即将在十月十六号登场了 人事跟接班布局 攸关中国政局跟台海情势 长期研究中共政治的学者寇建文认为 从上个月他们发表的对台政策白皮书 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在二十大之后仍然会持续文攻武嚇 逼台湾上谈判桌 那至于习近平有没有可能让出任何一点权力呢 目前看起来不太可能 就在对岸军事威胁常态化之际 代表中共权力分配的二十大就要在下个月登场 两岸局势又将产生什么变化 不只是军事上的威格 甚至包括经济上面的制裁 在外宣上面的这种压力 主要的目的当然还是希望 透过这种胁迫的方式 逼得台湾上谈判桌 就算不武力攻台 也会在不利的情况下 把台湾逼上谈判桌 二十大后中国对台政策走向 从上个月发布的对台政策白皮书 或可看出端倪 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情况下 做出的最后选择 这是中国第三次发表对台政策白皮书 但却是习近平任内的第一份 强调反毒促统 也提到如果国际组织 在台湾设立官方半官方的机构 必须由中央政府同意 谁是中央谁是地方 那台湾要做什么呢 当然是要经过我中央政府的同意 台湾的国际空间 当然是相对也是压缩的 那另外以前他们都会有提到说 不派官员台湾可以保有自己的军队 第三次这个白皮书 已经全部都拿掉了 换言之以往答应你的 现在我未来我不一定会答应你 中共对台政策从反毒高于促统 转变成反毒和促统同等重要 长期研究中共政治的学者建议 台湾要运用软实力 打开国际空间 至于二十大后 中共政局会有什么变化 观看这十年 习近平执政下 就是不断的集权再集权 这场中国律世界的浩劫 波及全国 北京 山东 河南 广东 等多省市的律师 人权人士等被刑拘带走 从2015年的 709维权律师大追捕 到2018年 新闻出版电影 直接由中宣部接管 中宣部将统一管理 新闻出版和电影工作 根据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 为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还有新疆最教育营等等 都代表国家在强化社会恐惧 新疆上台以后 新建立了很多的领导小组 跟国员会 他就可以透过这个职务 去统筹 去协调 因为他都是党组织 所以党的力量 事实上在增强 那当然是政府的决策力量 有时国务院的决策力量 事实上被削弱 也正因为过去十年 习近平积极将权力巩固于一身 对于各界猜测二十大后 可能有李克强 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恐怕可能性不大 那什么时候才会嗅出 权力更迭的味道 或许称号当中有玄机 如果习近平要交出来 他某一个位置 那他又要保留决策权的话 那可能会不会丰盛的这个称号 有进一步的提升 如果习近平 如果按照习近平的政治性格 要他在二十大交出权力 恐怕不可能 除非未来他有了丰盛的称号 才有可能让出权力 而台海之间的情况 也将在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下 被以武力经济等方式逼上谈判桌 台湾也要运用自身的软实力 努力突围 新新闻大家 屈向安台北报道 直向这样搜集各式各样的脸部表情 照片 然后用来训练复杂的演算法 跟AI来建立准确的人脸辨识 除了他在收集的手法上 有引发争议之外 当然还是要发展人脸辨识系统 那这对于掌握意义人士 会是有利的手段吗 我们继续请教苏所长 中国的AI技术 或者是说这种人脸辨识会 在世界居于领先的地位 并不是他们的一个科技 就是比较强 而在于说 他的体制是属于威权的 没有政府的行动 没有国会监督 也没有媒体监督 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很 致意的使用各种资料库 包括这种图像 就是人脸的 甚至你的走路的行动 甚至就是包括 就是个体的一个消费行为 这些他可以在后台 利用软体去做演算 来确定每一个个体 他的一个行为模式 那当然个体的行为模式 建构出来之后 他就可以从你的消费内容 去买哪些书 然后去做你的一个 就是政治倾向的一个判读 作为他维稳的一个工作的基础 民主国家的企业公司 其实也会做相关的一个行为 可是他很重要 他是去识别化 也就是 在西方国家的技术 比如说他在 櫥窗上面也会装摄影机 那他要patch的是 这个消费者走过櫥窗的时候 他的眼球是 注意櫥窗里面哪个商品 用来统计 但是不会去辨识 你的个人的这个身份 这就是民主国家 跟威权国家最大的差异了 不过说实话 不是只有中国监控民众 在民主国家 西方科技巨头 也经常涉嫌不法搜集各资 像搜寻引擎龙头Google 就被美国新墨西哥州检察长 包德拉斯起诉 涉嫌透过旗下的教育平台 收集学生的个人讯息 其中还包含了13岁以下的儿童 引发了当地政府跟家长的担忧 不过在州检察长跟Google 漫长的法律攻防占有定论以前 知名的开发人员 修伯特设计出了一款反制程式 只要电脑系统 发送任何资料给Google 这个程式就会自动发出 嗶嗶声来警告使用者 方便快速 价格又便宜 Google推出的Chromebook 笔记型电脑号称专为学生打造 但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检察长 包德拉斯却起诉Google 涉嫌透过笔电侵犯隐私权 而且被害对象包括13岁以下儿童 原来是Google旗下教育平台向学校免费提供Chromebook 藉此收集学生个人讯息 所有被浏览的网页地理位置帐秘等个资 统统都被传回Google 检察长担心不排除这些数据遭利用获取商业利益 检察长认为Google在收集数据前 没有征求学生父母同意 已经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 但Google澄清学校拥有控制 账户的访问取可权 必要时学校可以获取家长同意 其实科技巨头本来就有各种追踪城市 搜集分析使用者资料 但要靠法院仲裁 恐怕很费时 知名隐私权倡导者修伯特特别开发这款城市 一进入网站就发出逼一声 只要电脑系统每次发送任何资料 给Google时 城市自动发出逼逼声提醒使用者 为了对抗个资被侵犯 城市开发源源出奇招 但在网络时代 要想保护个资 恐怕还是困难重重 近新闻 高一婷将这新报道 有武党籍参选台北市的黄珊珊 当初喊出了这个当选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明年要拆第一殡仪馆 那陈时中立刻暗讽 这已经是很旧的证件了 稍后带您关心 欢迎持续锁定大选回战单元 带您来关心选区倒数台北市长选情 尤其受到瞩目 根据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显示 假设明天就要投票了 民进党陈时中的支持度有百分之三十点一 国民党的蒋万安百分之二十二点九 而武党籍的黄珊珊是百分之二十点五 陈时中领先蒋万安大约七点二个百分点 而蒋万安跟黄珊珊的差距 则不到三个百分点 台北市三足鼎立的态势相当明确 而现在就连吃个在地小吃 都能够让参选人们互相比拼较劲 先来看到今天一早 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 很难得的到大稻城大胆路边摊 不过其实很多人印象深刻 两个礼拜前 国民党的蒋万安也在同一个地方吃过小吃 结果事后就被截图 说蒋万安有着厌世跟眼神死的表情 今晚很多人就是还原完整的直播 十四分钟的画面 其实蒋万安没有什么很特殊的表情 就跟一般人在吃小吃一样 但是这一秒钟的截图 能够瞬间发酵成议题 其实真正反映的是 他在一些民众心中 公子哥不够接地气的形象 所以如何扭转这个形象 甚至运用这个形象 就成了蒋万安目前的课题 太阳再大又如何 每一样小吃都要来一点 陈时中喜滋滋 吃得比谁都开心 看着满桌的大稻城在地小吃 陈时中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不够看看蒋万安呢 在两个礼拜前也在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位置吃着美食 不过呢两人反映出来的效果 却有些不太一样 蒋万安和同党在地议员 在慈身工前开启吃播 红烧肉 炸鹅啊 摆满桌 明明全程大蛋笑眯眯 但有眼睛网友发现 这个moment怎么露出了厌世表情 当天的早餐 其实也是吃所谓的台北桥的米糕 他是我们当天所有人里面 唯一点两份的 从那种小动作都看出来 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吃 这种所谓传统小吃的一个人 所谓的公子哥 我也觉得绝对不是 你搭捷运搭公车 也是不太像在搭捷运搭公车 好像故意做一个秀场 你都会看到小吃就很开心 但是他完全没有那个兴奋的感觉 这些是演不出来的 那也表示说他本来本来的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 就算同党议员陈炳甫帮忙解释 并非外界所形容 但蒋万长期撕不去 放不开 不自在等标签 类似人设时间久了 与基层连结紧不紧密 自然被作文章 与其你没办法改变人设 你不如去回归做你自己 你的英文很强 你能不能提出一些国际的论述 人设出来好像一副 他是一个一般的平民百姓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适得其反 蒋万本想展现接地气 却意外变成宣传危机 陈时中见机踩点 用亲民来回敬 近期的先生吴俊伟 采访报道 我说陈时中也面临一些争议 因为他提出了公测 全面装免制马桶的证件 但是因为宣传影片 出现了跟偷窥相似的动作 而遭到惑罚 不但赵绍康特别出了MV讽刺 連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说 看了很不舒服 所以陈时中今天又再次道歉了 强调并不是儿戏 那么公测庄免制马桶 本身这个证件 到底好还是不好呢 近新闻也重回了全台湾 第一座装设免制马桶的公测 却也发现民众的反应很两极 清洁人员进出公测忙打扫 仔细维护环境整洁 这里可是全台湾第一个设立 棉制马桶的公测 就在新竹市 我觉得很好用 可是民众还是要珍惜 那是公务 公测装棉制马桶 yes or no 两年来民众的反应两极 而其实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议会里的厕所 都装设棉制马桶 提升如厕品质 但陈时中一端出证件 却成为对手剑靶 公测能不能成为进步城市的象征 对视不对人 但陈时中宣传影片 引来偷窥的争议 就要对人不对视了 特地出资制作午后两点钟MV 赵稍康冲着陈时中而来 眼看公关宣传 演变成行销灾难 陈时中全力直线 近新闻李亦廷方伯峰 张建文采访报道 而除了台北市之外 距离选举越来越近 选战也陷入了胶着 自从林志坚爆发了论文 抄袭风波之后 包括民进党自家的立委高嘉瑜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都不打算力挺 而立委郑保卿更骂说 走了一个抄袭的 来了一个挺抄袭的 甚至他托党参选 现在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处境 民进党看似分裂 内部杂音不断 这是否会连带影响选情呢 其实绿营内部的异议分子 一向都引发许多深绿支持者的不满 把他们贴上背骨的标签 所以我们就要整理一下 过往的选战资料 民进党内脱党参选 有没有过成功的案例 我想民进党会能够建党成功 就是一群背骨的人不是吗 其实民进党创党党员 不怕贴背骨标签 郑保卿脱党参选 桃渊市长将遭到开除党籍 曾经是最深的一抹律 如今为了桃源市长宝座 杠上党中央 只是就连在党内 常发出异议之声的立委 高嘉瑜也看不下去 基层的角度是不能接受 因为毕竟民进党是一个 很团结的政党 就算我们有不同的声音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诉诸说 最后是为民进党好 这句话从高嘉瑜口中说出 格外有分量 因为他也是被外界认为 最不民进党的民进党立委 那些躲在同温城里面 靠着民进党吃香喝辣 就可以当选的人 可以轻轻松松地指着别人骂 说你都不挺我们民进党 但是这些人能够代表民进党吗 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 高嘉瑜一失五命之说 更被指责扯自己人后退 那我们的想法 其实也是代表一部分的 民进党的声音 也不是说党今天 有一个一致的决定 大家就没有其他的想法 我觉得大家把想法说出来 但是并不是想要伤害民进党 在民进党内勇于当乌鸦 但郑保卿这回不挺肩 直接踩虹线参选 是否会对桃园选情造成冲击 我觉得郑保卿当然某种程度来讲算是个案 那可能牵涉到的问题是在于说党内的派系 也有可能是这个资源分配 首先他的得票一定是不高 这个我们几乎可以很笃定的来讲 那再来看的话就是说 他是不是会真的是吸收到这个民进党的选票 其实我觉得也不必然 那通常在民进党分裂脱党参选的人 最后拿也拿不到民进党基层的票 就算有也是非常少 所以我们认为影响其实不大 过往对民进党不忠 脱党参选都没有成功案例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前高雄县长杨秋新 但如果是留在党内 却跟他党参选人若即若离呢 我觉得对于王世坚来讲 他大概也知道 他不太可能再代表民进党来选立委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 他可能就是维持自己这样子 自由自在的这个身份 然后可以确保他继续的来选上这个议员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 可能对这一席来讲 也用不着痛下杀手 因为在大的这个方向上来讲的话 王世坚毕竟还是可以被归类为 是这个绿营里头的这个议员 梅珍的表态力挺黄珊珊 党内看不下去 但也乃他何 就像高家瑜 虽然是党内孤鸟 但他在内湖南港 选区的年轻选民 就吃他这一套 二零二零年立委选举 高家于南瓜百分之五十点一二选票 击败国民党老将李燕秀 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在各种不同光谱中 寻找生存之路 也让许多深绿铁杆支持者 在爱恨交织里决定手中选票 这新闻彭新一干韩人采访报道 以武党籍参选台北市长的黄珊珊 喊出了当选后第一件事 就是明年要拆第一兵仪馆 将四千五百八十平的空间 绿化还给台北市民 陈时中立刻暗奉 这是旧的证件 原来早在八年前 其实柯文哲竞选的时候 就喊出要拆一兵 但是却因为二兵扩建工程延宕 所以导致拆一兵的证件也跳了票 想看到台北市第一兵仪馆 未来变成一个超大公园吗 黄珊珊端牛肉 当选后要拆掉第一兵仪馆 释出约四千五百平绿地 当选后承诺立刻拆 前提是二兵得扩建完工 取代一兵 问题是八年前市长柯文哲证件 就是要拆除一兵 没想到二兵扩建工程一言再言 八年后却还被黄珊珊 拿来当证件 可归黄髓 黄市长这次提出来证件 大部分都是以前 好像在第一任的时候 有提出来相关的证件 或者在第二任 也提出来相关的一些规划 然后现在做一个统整 再度的提出 其实一兵要拆遷 这个是一个既定的政策 现在二兵才会积极地做相关的扩建 那未来要怎么规划 这绝对需要大家共同来讨论 规划中的第二殡仪馆 二期扩建工程 北市府原本预计年底前完工 但受到缺工缺料影响 预算追加一点四亿 却还是得拖到二零二三年才完工 柯文哲任内又多一个政策挑票 这显示出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长的规划不周 而且柯文哲市长过去曾经说过 他的任内不会随意增加预算 但是现在柯文哲市长任内增加的预算 恐怕比前几任市长都还要多 面积一点六公顷的第一殡仪馆 市价标迫百亿 该怎么规划 又拆迁何处 或成蓝绿白 下一个战场 进行文学员 吕邵博参谋导 毕竟一兵占地广达一点六公顷 所以这如果真的还给台北市民了 会是多重要的一块地 所以各阵营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对于他的后续如何规划都有看法 包括了整建为绿地 作为长照 或者是金融用途等等 而当地的居民跟房仲业者预估 如果一兵真的搬迁了 就会刺激房价上涨 有机会从一瓶五十万上涨到七十万元 台北市立第一兵仪馆 不分平假日都有许多人车进出 如今存备议题成为选战焦点 附近民众和业者看法呈现两样情 但对房市区域行情而言一定势力多 如果一兵他如果撤掉的话 那就会跟周边的房价至少涨一层 最多可能是两层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做成公园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多功能的 一些公共设施来供附近居民使用 房仲业者表示 一兵附近的装股屋房价2018年前一瓶约三十到四十万元 2020年后一瓶涨价到超过五十万元 预估一兵拆除后当地行情有机会坐六望七 单瓶上看七十万元 而占地广达1.6公顷的一兵拆除后 后续规划参选人各有看法 黄珊珊喊出当选后第一件事 就是拆除第一殡仪馆 者见为绿地 预算都编好了 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表示 是否现行好的政策会延续 需要修订的会滚动式检讨 而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透露 是否要作为长照金融或幼儿教育用途 大家可以集思广益 而一兵拆除是选举口水还是真的能拆 还得看最后谁入主被市府做决定 新新闻曹一生谢宏睿 参访报导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 大忌惮的启用 已经确定跳票了 柯文哲好几次都说 这是中央卡蛋的结果 但内政部次长花靖群再次强调 大忌惮的问题 在于台北市政府纵容远雄 所以请柯市长 作为首都市长 自己应该要守法 但是柯文哲依旧回应 有没有卡大家都清楚 也跟所谓大忌惮造成了 底下板南线结构损害无关 反批是内政部在鬼扯 台北大巨蛋问题一箩筐 结运板南线因为施工传出结构损坏 北市府被指控七年过了迟迟不肯修 如果要拿到死罩 当然是一个把它修好 他现在还没到可以拿到死罩的程度 这个跟那个捷运的安全是无关 意思就是补墙工作 等排言设施省过再说 台北市长柯文哲谈到内政部 又是以肚子气 已经一年四个月 你有什么问题 就一次把它讲清楚 有没有卡蛋 大家心里有数 挖进去你就不要再规策了 市政府重容 任雄公司提出合理的 排言测试的方式 其实才是造成 这一个测试的工作的审查 无法顺利推展 我想一个负责任的首都市长 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作用 不甘背下卡蛋指责 花竞群火气也很大 公开在下通牒 万法归走 就是自误误人 其实我们都是用既有的标准 要求远雄公司要提出符合国家 标准的排言测试的模式 市府高层 一味的保护远雄 不走合法的做法 其实后续台北市消防局的燃烟 测试会更加的为难 远雄去内政部申请 这个防火避难性审查 所以没有错 台北市政府只是一个旁观的第三者 因为他能够防火避难性审查 通过以后才在台北市政府变更建造 我们要给远雄护航 因为目前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 跟台北市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都是中央不让远雄过关 市府才无法接着走 大巨蛋又走入心回圈 柯文哲任内风光剪彩 目标越来越遥远 近新闻 中央报道 看完北台湾来看南台湾 年底九合一选举 80天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释出了一份高雄市长的最新民调 寻求连任的市长 陈其脉以百分之六十一点八 大幅领先国民党科志恩的百分之十七 而且在看好度上 陈其脉是高达了百分之七十四点六 而科志恩只有百分之六点三 陈其脉表示他还是会继续加油 至于民调落后的科志恩 竞选办公室则回应 会持续政见 然后沟通好跟地方的连结 连接子官跟男子的重要通道 通安大桥改建终于动土 高雄市长陈其脉 努力也反映在最新民调上 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五号公布高雄市长支持度民调 陈其脉支持度近六成二 科志恩不到两成 陈其脉领先将近四成五 民进党二零一八年高雄市议员惨敌一跤 这次停卖还要拼过半 民调也发现当年投票给韩国瑜的选民中 这次在支持科志恩的已经不到五成 未来我们将持续强化政见的沟通 基于韩国瑜市长的支持者 历年来经历了高雄的政治摆荡 在立即的民调当中本来就不会有充分表态的状况 南英高雄市长民调始终无法将差距拉近 更让党中央头大的 使登记参选最后一刻突袭征召 原本放弃竞选议员连任的陈丽娜 引发同选区新人跑红 他现在目前这样子的做法 等于说初选会没有异议化 那等于我初选那段期间花的费用是白花 遵循党制度参加初选当时花费两百万 结果提名规则被破坏 让初选过关的新人陈世民怒红两百万当买教训 自家人也看不下去 希望党中央说清楚讲明白 才不会让年轻人再度受伤 初选的制度到现在登记的乱象 可以呈现出来的 人民对于这个政党 应该是没办法再寄予厚望 就怕再内讧下去 影响年龄选情 陈丽娜决定退回政党推荐 也不再担任柯志恩发言人 以无党籍身份参选 希望能替登记风波紧急支血 继续文组合报道 美国打烘烹 市场预料9月连准会 至少会再升息三马 亚洲货币也应声全岛 最新台币对美元收在30.71元 创下近三年的新低 稍后带您关心 国民党桃源市场参选人张善政农委会研究案的抄袭风波 持续延烧 因为又在被爆料了 NCC在2006年委托公研院做的报告内容 一份六十页的子报告当中 有二十九页是复制贴上的 而这份报告张善政团队拿了一千七百万 甚至还安排到澳洲考察 而对于委托张善政所做的研究 又频频传出抄袭 主管机关农委会对外却始终低调 只说会在对内容进行了解 而根据ET Today民调最新的最新民调显示 张善政的支持度目前是百分之三十九点三 还是居贯的领先郑运棚的百分之三十点三 就是这份国民党桃源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主持的农委会研究案 内幕连环报抄袭处越来越多 直接翻到报告随选视讯系统应用子项目 总共六十页仔细比对 其中二十九页几乎复制贴上NCC2006年 委托工研院所做的报告 光是简介张善政团队就逐字逐句 抄了将近一千字 就连工研院配的图表也只是稍微修改标题 一并取用 在提到英国IPTV发展时 更是露线时空挫制 明明是二零零九年报告却是出现预计二零零七年推出的字句 立委质疑就是A钱 自由时报更揭露 张善政团队曾经到澳洲考察农业四天 参访地点从阿米达尔布里斯本 甚至海盗里达霍巴特 光是在当地累积航程就超过五千公里 看起来反而像是在考察交通 而这份研究报告接连被爆出抄袭资测会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再到现在的NCC 让当初拨经费的农委会不得不介入调查 花大前拿到的研究报告 却跟别人签篇一律 身为主管机关的农委会 除了审查 接下来会怎么做 外界等着看 继续关注文林燕采访报道 我现在抄袭争议真的是满天飞 民进党团今天也召开了记者会 踢爆的是国民党新竹市长参选人林庚人 他的硕士论文有抄袭 还有民进党新竹市议员刘康彦 前往阳明交大递交了检举文件 不过面对这个争议林庚人自己也带着相关的资料 到学校主动申请调查 呼吁校方要尽速启动调查 捍卫他的清白 所有论文里面画红线的 往后看 所有红线的都是抄袭的 民进党团五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拿出一本论文指控林庚人硕士论文 大量抄袭 林庚人的广告看板里面 悄悄地把他的硕士 这一个资料拿掉了 是不是已经发现大家在查资料了 是不是发现最好拿下来 免得被人家找出来你的论文是抄的 林庚人争议的论文是在2011年 交大高阶主管研究所的硕士论文 主题是分析新竹市现况 却被民进党团指控 论文中的51页 其中31页是剪贴部 有6成涉嫌抄袭 他上个月才说林志坚 欠新竹市民一个道歉 如今自己却深陷论文 抄袭案 民进党党团点名 林庚人不止图标 涉嫌抄袭新竹市政府网站 硕论内容中还有一整页 新竹市98年道路交通事故分析 结构和内容出现雷同 只有张杰和小镖略有不同 民进党新竹市议员刘康燕 特别前往阳明交大递交市政 据名检据 林庚人主动前往学校 递交相关文件资料 强调会坦然接受外界检验 都是引致政府公开资料 硕士争议不分蓝绿 全都被一一放大检视 近新闻张建文黄轩轩采访报道 美国坚持打铜棚 市场预期联准会九月份 接下来会升息三马 台湾央行也将要召开理事会 专家预估央行将会延续六月 升息半马到一马的做法 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最近 新台币持续走扁 今年收在三十点七一元 创下了三年来的新低 美国联准会鹰派升息坚定 亚币应声全导 新台币也越来越薄 五号兑美元收在三十点七一元 创下近三年新低 重扁一点二二角 成交金额十二点二八亿美元 这波跌势恐怕还没停 专家预估年底前 有可能扁到三十一元 边境的话一旦打开 国人喜欢出国旅游 那这样会造成出国的一个 汇兑的一个需求 也会使得台币的话 贬值有加大的一个可能性 热情回流美国换汇需求增加 让台美利差扩大 两岸情势依旧紧张 加上贬值有利出口 现在亚洲国家都在互抢订单 各国贬事不断 看看九月美国联准会 市场预估会再升三马 台湾央行二十二号召开 礼监事会议会跟进吗 美国升级的情况是相对高 第二个是台湾通膨率 其实也在三不正以上 第三个是我们的经济成长 看起来还在三点五到三点七左右 看起来就是升半马到一马 避免第一个利差扩大 第二是台币如果持续贬值的话 可能对我们的通膨控制 反而是不利 如果央行连三升再升半马 重贴限率将来到百分之一点六二五 与2015年12月相同 一边是要避免通膨恶化 一边是股市房市受冲击 央行谨慎拿捏 继续观众问你也采访报道 不过升息大势所趋也再度掀起了 金控业的净值风暴 根据国内十五家金控的半年报显示 净值已经蒸发了一点二兆 只剩下三点五四兆了 尤其国泰金因为升息导致 债券价格降低 冲击了会计项目中的亏损 不过国泰金总作业则是认为 对实质的影响不算大 但是依照外界推估 在升息的趋势下 因为净值受损 恐怕会有八家金控 在明年没有办法配息 金控董作总作占一排 开心成立联盟 为永续金融做努力 但升息风暴正全面席卷金控业 净值危机再扩大 外界推估恐怕有八家金控 明年配不了袭 升息风暴笼罩 紧盯金控上半年财报 其中的15家 净值蒸发1.2兆元 还剩3.54兆 尤其国泰金上半年 净值项目中的其他权益 亏损达3591亿元 是因为刚好财报适用时间点 有落差所造成的一种 外向上的误解 所以我觉得看问题 如果把它看实质的影响 气影响是不大 面对短期间净值下降 国泰金总座显得淡定 强调对实质影响不甚大 但存股族还是担心 明年配息是否受到影响 日本市场每天都在变动 所以没有到年底 真的不知道整个真正市场 到最后的状况如何 那第二就是说 我想还有三个多些 每一家业者也多 在不断找各种方法 提升它的收益 降低它的风险 在今年底的话 产生的是一个负值的部分的话 那它就需要去提列一个 特别盈利攻击来对冲 那如果这个金额是高于 这些金融业它今年的 获利的话 那有可能产生在明年 没办法配息的情况 升息大势所趋 不论是受险金控 或是银行金控 多少会因为债券价格降低 导致账面亏损 专家认为关键在于事先 有没有做好避险工作 至于整体亏多少 是否影响佩席 明年财报见真章 进行问温亚亭 钟晨良采访报道 台风过后 在台北市至少造成了 三起掉落雾的意外 不但有瓷砖雨 甚至还有玻璃破裂了 而主管单位是如何 介入管理的 稍后带您了解 台北市市邻居今天中午 移动乌林超过四十年的大龙外墙 大片的瓷砖跟水泥 快突然掉落 刚好砸中了下方的轿车 不过幸好没有波及到路人 管理员说之前就有发生过 类似的意外了 所以还有加装过防护网 没有想到还是挡不住瓷砖雨 骑士刚经过路口 下一秒竟然填降瓷砖 直接掉在路中央 路过白色轿车 差点就被砸中 神想大到连路人都出来查看 换个角度看 瓷砖水泥块直接砸中 停在路旁的轿车 幸好当时没有人在车上 事发就在台北市天母东路上 这栋四十几年的老房子年久失修 只要有强风就会下起瓷砖雨 因为外墙拉皮费用昂贵 住户只能多加网子挡住掉落瓷砖 防止意外发生 台风过后可以看到大楼的外墙是不敌墙 风因此现场瓷砖完全是掉落满地 另外还有拉起封锁线下坏附近住户 而传出灾情的还不止这里 台北市南京西路商圈民众停等红灯 却有不明物体从天而降 阿北当场被砸中 让他赶紧举起双手护住头部 躺在单架上被送往救护车 紧急送到医院包扎 大楼的玻璃突然破裂 一米男子被砸中 当场头破血流 台风过后在台北市至少造成三起掉落物意外 不只有瓷砖雨 甚至有玻璃破裂 险向还生 索性零星的灾情都没有重大伤亡 静新闻招姐林玉成采访报道 其实感觉到几乎每一次刮风下雨 各地当天或隔天都会传出 类似这样瓷砖剥落的灾情 专家点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钢筋锈石了 导致墙面骨障 才会酿成瓷砖大面积的剥落 而建管处也强调 如果不胜伤疾无辜 就必须限期改善 否则建筑物的所有人最高恐怕会被罚三十万 一大片花钢岩石板不偏不已掉下来 砸中路过女子当场重伤送医不治 这是2015年3月发生在台北市的瓷砖剥落致死案件 七年过去了每次刮风下雨 总会传出类似的灵性灾情 大楼外的防护网一层两层三层 上面甚至还有过去剥落的瓷砖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不过这些网子已经搭建好几年 当地居民似乎也见怪不怪 大楼外墙残缺不全 不过其实台北市像这样的状况随处可见 专业结构技师点出三大主因 包含地震 热胀冷缩以及钢筋锈石 尤其最后一种最严重 要针对说它钢筋生锈的地方要把它稍微敲开来 去做仿锈的处理 然后再把它抹回混淆土 让它跟空气阻绝让它以后不会再生锈 其实像这样的建筑物外墙面试安全性分为五个等级 A级就是没有瑕疵安全性最高 B等级则是没有明显剥落股障现象 接下来C级有零星恋缝要多加注意 最后的D和E有潜在危险 一旦发生状况就得紧急通报 就怕遇到台风或地震 持转雨说下就下 主管单位介入列馆 不让民众走在路上都得提心吊胆 进行为阳心阿公亚麦采访报道 英国保守党党魁之战打了将近两个月 结果出炉了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斯 击败了前财政大臣苏纳克 做上了党魁继首相的大位 稍后带您关心 打了将近两个月的英国保守党党魁之战 结果出炉了 而也的确就由外界先前就普遍看好的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 做上了党魁继首相的大位 特拉斯也就成为了柴奇尔夫人 跟梅伊之后 英国史上第三个女性首相 特拉斯事严上任的第一周 就会对飙涨的能源价格提出对策 宣称会让上百万英国人 不用担心今年冬天来临的时候 会付不起能源账单 也会确保未来燃料供应无余 至于外界关心的特拉斯掌群之后 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将会有什么转变 香港南华早报分析 特拉斯堪称是对中国最强硬的 英国现任革院之一 预计在他执政之后 英中两国合作的黄金时代 可能就此画下句点 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火延烧到国外 德国当地的俄罗斯侨民 在德国西部大城科隆展开大游行 抗议德国政府援助乌克兰 爆发了口角冲突 稍后带您关心 乌克兰反攻俄军再传捷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夺回了乌克兰 南部东部三处被俄军占领的土地 但是乌俄依旧继续在扎波罗热核电厂 这里僵持不下 所以土耳其总统艾尔段 表示愿意居中协调 同时乌克兰也持续地寻求国际援助 欧盟就加码援污1529亿台币 而泽伦斯基同时抨击俄罗斯 切断天然气出口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在乌克兰战争期间 增加对欧洲的能源压力 所以泽伦斯基呼吁了欧洲要团结起来 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不过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的能源战 的确是越演越烈 就在上个月底 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 以维护为由 关闭了北溪一号天然气的管线运作 所以原定在9月3号 就要结束检修的北溪一号 就真的向欧洲国家担心的 它并没有如期恢复供应 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表示 就说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 因为多出设备故障 要完全停止输气 一直到故障完全排除为止 而俄罗斯这样子拿天然气去施压 就引发了欧洲冬天能源危机的担忧 不过如果我们去看欧洲天然气 基础设施的数据 目前欧盟国家天然气库存的除气率 还有81.5% 超过了80%的目标 不过后来了解 欧洲可以这么快速的取得天然气 根据日经新闻的消息说 其实是中国转卖了俄罗斯的天然气 给欧洲每一笔的交易利润高达一亿美元 根本是狠狠地敲诈了一番 一辆白色小客车行驶到靠近十字路口的瞬间 从天而降的炸弹瞬间引爆 这起爆炸案发生在乌克兰中部聂伯城 而乌军正在几公里处外的南部战争 前线赫尔松对俄军展开反攻 泽伦斯基宣布乌军反攻 战果已经夺回南部和东部至少三座乡镇 但俄军方面也持续轰炸 乌克兰南部大臣尼古拉耶夫 遭到俄军飞弹袭击 当地一所家庭诊所天花板墙壁全被炸烂 南部局势最紧张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三号传出主要供电线再度与电网断联 目前只用备用线路支撑供电 土耳其总统艾尔段提议 愿意比照先前的国物出口出面协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警告俄罗斯正试图 用能源武器逼欧洲就范 下一波制裁方案应该全面禁止 俄罗斯公民的欧洲签证 乌克兰呼吁国际制裁的同时 也持续寻求国际加大援助力道 总理史米加尔出访德国 请求更多武器支援 德国先前已经宣布加码2亿欧元援助资金 欧盟也再送援武大力 这星期将拨款50亿欧元 约新台币1529亿元 新新闻张力 江振兴报道 乌尔战争也一直延烧到国外了 德国当地的俄罗斯侨民 在德国西部大城科隆展开大游行 抗议德国政府援助乌克兰 同时他们也跟支持乌克兰的民众 爆发了口角冲突 而乌克兰本身除了地面战之外 乌克兰骇客最近还入侵了俄罗斯的轿车系统 结果导致莫斯科市中心涌入了大量的计程车 瘫痪了莫斯科交通 一边拿着乌克兰国旗被另一边的人马 比出不雅首饰叫嚣 德国著名景点科隆大教堂外三号 聚集大约两千名挺饿的民众 抗议德国政府继续援助乌克兰 还要求停止对俄罗斯的制裁 乌俄战争从冬天的尾声开打至今 已经超过半年 如今冬天又要来临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 北溪二号在欧洲多国制裁之下依旧停摆 让一些民众和企业忐忑不安 这场抗议活动由俄国侨民举办 目前德国的俄罗斯侨民大约有三百万人 参加游行的人多以母语为俄语的人士为主 乌俄战争的范围显然已经延烧到海外 科技战更成为海外的军事主力 俄罗斯最大的轿车软体 Yandas Taxi最近成了骇客的攻击目标 大量舰车被叫到莫斯科市中心 造成当地交通大乱 而背后的主谋据说正是乌克兰的网军 通过组织型的网军 让落脚世界各地的乌克兰人也能为国家尽一份心力 锁定俄罗斯的国家网站瘫痪基础设施的运作 战争形态慢慢改变 从地面实体战上升到网路空战 这些新闻林美姐林立卫报导 稍后回来我们要带你来看 一名罹患罕见疾病肌肉萎缩症的医师 是如何克服自己身体的限制 为其他病患贡献心力 谱出自己的生命乐章 罕见疾病 肌肉萎缩症 发生几率大概是万分之一 患病之后不但群身肌肉会无力 可能无法站立 再严重一点甚至会瘫痪 丧失自主呼吸能力 而离患机伪症的陈彦霖 自从十七岁确诊之后 他反而立定志向 要努力考上医学系 他说因为他想让其他患者知道 做些什么才能够减缓 疾病恶化的速度 让我们一起来看陈医师的生命故事 觉得你这辈子穷尽 你一生可能走不到对岸 但是我就想多靠近 我只是想要知道 在我结束生命的那一刻 让我自己知道 我离我的终点有多近 就怕时间不够用 是医生也是喊病患者的陈彦霖 每分每秒都在想办法研究 自己身上这个无药可医的病 就算找不出解方 只要能往前一点点 他都觉得值得 如果我可以减缓他恶化的速度 那岂不是很好 例如说我可能是40岁坐轮椅变成50岁坐轮椅 那这10年还是很有意义 最近还好 还好 40岁的陈彦霖 因为肢带型肌肉萎缩症 而困在不自由的身体里 他其实是一群病 那就是说 其实我常说肌肉萎缩应该是一个症状 它不是一个病 就是说反正肌肉没力 那就会萎缩 所以他应该是一群病 那为什么说一群 因为我常常形容就像一个电风扇 你电风扇的马达坏了 那当然电风扇不会转 所以肌肉坏了 你手当然动不了 那同样的电风扇也有电线 你电线坏了 这个马达好的 你还是转不了 所以肌肉生肌肉可能有一类是肌肉坏掉 但也可能是神经坏掉 你可能最后都是肌肉都是不能动 你知道吗 你这样往下是用正后方的力量 你头这样子是用侧边的力量 侧边不会追边盘突出 感同身受 唯有经历过才能理解病人的不方便 在陈彦霖的门诊 前来看病的肌尾症患者 其实更像是来跟前辈请教经验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 但是也对 应该算特征 因为别人没有办法拿自诊的经验 其实有很多点是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也念过教科书 我对这个病也会了解 也知道书上都怎么形容 问题是他不会跟你讲很细的 例如说你晚上睡觉该怎么办 通常睡觉就像我问的 冬天冷的时候你要怎么盖被子 大家觉得不就盖厚一点 不是 因为你盖厚一点 被子太重 你是没有办法翻身的 当然你还不到完全不能翻身的阶段 其实这都是很细很细 书上不会写的 所以变成 但是这个就是病友的疑惑 开是没粒子会也会开 没粒自然开 但合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了解的不只是身体上的变化 还有心境上的转变 陈彦玲15岁发病 17岁确诊 当时还年轻的她 症状没有太严重 对自己生病的这件事 没那么在意 你小时候总是人在发育 所以你在成长 那你的肌肉如果有问题是被破坏 所以成长的速度快 还是破坏的速度快 决定于你什么时间会出现症状 所以像我的症状就是在青少年的时候 所以大概是二、三的时候 开始有一些症状 我最后是大概高中一年级诊断 那为什么在那时候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青春期发展很快 发育很快 但是过了那个时间就开始区域平缓了 但是你的破坏速度可能是固定的 所以这时候的症状就会显现出来 就在大学联考的那一年 身上的病痛比想象中来得快 面对未知的恐惧 让她陷入了无底深渊 有一次我在念书 也是一样在念书 然后我就反正就是念这些 然后就有一些想一想 呼吸也是肌肉 所以我肌肉没力 那我呼吸肌肉应该也会没力 那我如果呼吸肌肉没力 不能呼吸 那不就铁钉掛掉吗 所以我就突然间觉得 意识到说我可能真的会死 真的会提早走 然后突然间我就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然后我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 失去活下来的意义 陈彦霖不知道自己为何存在 但父亲的一段话 让他再度有了目标 那时候就是我爸带我上下学 有一天早上我爸就说 不然你去念书 我说为什么 然后我就说 反正你就是自己医自己的病 因为他也知道没有药 他就下一句他就说 那你可以自己研究你的病 因为没有药 那人家也没有 那不如自己弄 然后我就想说很有道理 我还去等人家 那不如我自己做一点什么 所以就那时候我才觉得 好 我来念毒 那我们其实做研究可能会说 我给他一个药 会不会这个会变得好一点 这个是完全没给药 这个是完全正常 好不容易上了医学院 却因为了解了疾病 再次跌落谷底 当我念了医之后 我就懂了 那我就去开始看了 所以你越看越看 其实是越绝望 因为前人其实不是笨蛋 他们也做过很多努力 这个方向也不行 那个方向也不行 那个方向也不行 所以你就觉得越来越越越越 越 怎么讲 没有希望 但习惯逞强的他 将绝望藏到心底深处 毕业后进到医院工作 担任病理科医师 没想到院内前辈的邀约 从此改变了陈彦琳 我也到毕业前我都以为 我不会做研究 因为我觉得那一条路 没有希望 那我会怕 所以他又被我塞到 我的心底下面去 我不敢碰他 是因为这样子 那所以后来的一切的转变就是 例如说我上了毕业了之后 我来到医院 然后碰到碰到一个裴弟裴主任 他就说要不要来做研究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是有人问我 我就说好啊来看看 看起来没有很高 他LDH高不知道是为什么 有可能是还是有问题 虽然是新陈代谢科的实验 但为了增进自己的实力 陈彦琳也因此去念了博士班 进而接触到基因检测 他开始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思考说 我到底要做什么 那我就看刚刚讲的 其实基因的确诊 其实是我认为 他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是他是疾病的诊断的第一步 你总要先诊断吧 对不对 所以一定用基因来确诊 那同时间他也不是只是诊断 就像我说的 他可能可以杜绝这个疾病 在就是停在这边 不要再有下一代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最一开始也是最最后一步 我觉得是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花很多的心力在这上面 这里是陈彦琳的实验室 为了找出基因中的密码 他将每个月的八成薪水 拿来聘请研究员 买设备器材 就希望可以多看到一点 基尾症的全貌 但身边的朋友 却没有人看好他这个决定 那我最后实在是不死心 我就去问我妈 我问妈说 妈 如果我把我的薪水 拿去做研究 你觉得可以吗 我妈就说问我一句话 她说如果她说不行 你会怎么办 我说那我就会死命的 去找别的资源 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妈就说 那反正终究来讲 你都会做嘛 那不如你拿你的薪水 还比较轻松一点 得到家人的支持 于是陈彦琳大胆放手去做 她的认真与善良 同时也感动了她的助理 现在的老婆Chloe 愿意一起攜手前进 我就照着自己的心意走 就是反正有困难 就是大家一起面对之类的 所以我就决定跟她在一起 对 就是即便朋友的 就是会说 你真的确定吗 什么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说 反正先走了再说嘛 对啊 四 四 五 好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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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陈彦琳拉拉筋 就是Chloe每天的功课 就希望自己多做的这一点点 可以稍稍延缓她退化的速度 不管是她的另外一半 或是她的家人好了 应该是说 其实旁边的人看她这样 突然的恶化 其实大家的心理层面 其实要比她更快去适应 对 因为我们不是她 可是我们要赶快去接受她 她今天可能从十分掉到八分了 我们要赶快去接受八分这个状况 就是我们要赶快调试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个层面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道所剩的时间不多 陈彦琳不浪费一分一秒 她还担任起机委证病友协会理事长 串联资源 打造平台 组织群组 让病友们都有地方可以交流 走出疾病所带来的痛苦 就像当初她所经历的一切 就像我形容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像是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森林里面 不知道哪边是出路 我其实不知道 然后就整天在黑暗的里面 然后我也觉得好像只有我自己 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但是所谓的释法 好像是我走出了这个森林 原来这个世界这么的美好 努力增加生命的厚度 以弥补人生中的缺憾 健康对陈彦琳来说 已经是无法强求的选项 所以她勇敢坚强面对 拥抱自己的不完美 稍后带您来看 先天性糖尿病孩子 他们需要测血糖打胰岛素 让有一些学校不敢收婉拒入学 面对这样坎坷的求学路 要如何突破困境呢 马上回来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罹患罕见疾病 肌肉萎缩症的陈彦琳医师 克服自己身体的限制 为其他病患贡献自己的心力 这一段我们要来关心慢性病童的求学路困境 最近各大学校纷纷开学了 很多人迈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孩子在就学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好比说很多慢性病童 曾经是找不到学校可以念的 像是糖尿病童 因为他们需要测血糖打胰岛素 所以有一些幼儿园不敢收 就婉拒了他们入学 有的孩子是连问了好多间学校 都没有人愿意张开手臂欢迎 这些学校的立场没有错 但孩子也没有错 毕竟生病也不是他们愿意的 但是他们却连求学的基本权利都受损了 甚至连在上学的期间 还得面临污名化跟不少误解 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关心 这些先天性糖尿病孩子面临的困境 和可能的解放 周末一大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出门 骑脚踏车目的地不远 是几公尺外的自家菜园 一瓢又一瓢一文仔细地 替阿公阿嬷种的菜浇水 任务完成 愚信节目是把水沟里的田螺 通通揪出来 这是一文家每周必有的活动 但这回不到一个小时 他突然告诉妈妈 腿没有力气了 血糖滴的时候 他自己身体都会有反应 迅速地在指尖扎针 挤出几滴血液 滴在感应势值上 六十一 你要先吃水果吗 为了让血糖回生 逸文先吃了半份的小番茄之后 休息十五分钟 身体才感觉舒服一点 小学二年级的逸文 是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 发病时才刚念幼儿园中班 他是在中班的九月 就是一直会想要喝水 那喝水的部分就是会一直喝一直喝 他可以喝完一罐 然后再喝第二罐 喝汤 会一碗接着一碗 可是那时候想说 小朋友尿房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啊 哪个小朋友没有尿过床 吃多喝多尿多 正是糖尿病的症状 绝大多数人都以为 糖尿病是中老年人才有的疾病 根本没想过一个中班的小小孩 也会罹患糖尿病 直到逸文开始精神不济 常常想睡觉 爸妈直觉不对劲 立刻送医 抽血后才确定罹患儿童糖尿病 也被称为先天性糖尿病 因为胰脏的胰岛细胞 被自体免疫或是不知原因破坏 无法正常分泌胰岛素 得终身注射胰岛素 并搭配饮食控制 才能维持血糖平衡 大多数患者 幼年或青少年时期就发病 没有控制好 将引发酮酸中毒 足部溃疡或视网膜病变 现在洗肾患者当中 有三分之一就是糖尿病 引起的肾脏衰竭 因此血糖控制是重要的关键 还好爸妈警觉性够高 发现得够早 及时治疗 再晚个一两天 一闻可能就会昏迷 得躺着进医院 但送医后 后续的问题更烦恼 跟学校说他住院了 然后确定是第一型糖尿病的时候 学校也觉得很讶异 我有事先询问他们 我说这样的孩子 你们愿意搜吗 学校搜麻 家长深深担忧 台湾目前有一万三千名 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三岁五岁还没上学的年纪 就发病 等到要上幼儿园 发现自己的病患身份 成为了黑名单 就读小学男童在宅 外观看起来和一般孩童没两样 但他也曾因为患有第一型糖尿病 要监控血糖 要施打胰道素 当初找遍台南的幼儿园 通通碰壁 一天都要进食的时候要注射 所以有侵入性的行为 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职员 是没有办法做侵入性的行为 我常常在想 身边的为什么是我 还有这名牛奶糖女孩 曾经因为纪录片宏吉一时 纪录片中所描述的 正是生病的苦楚 大约找了五六家左右 然后每一家看到我 把血糖尽弹出来 他们就跟我讲他没办法 如果发生了意外 那谁要扛这个责任 只是想找间普通幼儿园 和其他孩子一样 拥有求学的权利 真的有这么难吗 但异样眼光无所不在 小孩子的同学等爸妈说 你不准跟台南兵的 不能跟某某人玩 他是台南兵 他会传染给别 传染给你 其实这个都是污名化跟误解 甚至还碰到我有一个病人 他国小读到四五年级的时候 他不去学校 他就受伤很严重 慢慢慢慢的 到了国中高中 加上家里的妈妈 还有姐姐的一个支持力量之后 他慢慢就走过来 罗福松是长庚医院的儿童 内奋秘籍遗传科医师 也是台湾儿童糖尿病 关怀协会的创办人 从一数十年来 他发现糖尿病病童 除了要跟病魔对抗 还得面对社会的不理解 和污名化 入学被拒于门外 或被同学贴标签 这种看不出来 他哪里一样的痛苦 无法以数字量化 但门诊的实际观察很现实 他们有些时候是内伤在心理里面 内伤在心理里面 甚至被嘲笑被歧视各方面 他们有些是为了面子 为了那个至尊 他们有时候就强忍 但是C我们知道 怎么知道呢 你从他的血糖控制就知道 我们他人每三个要院一个A1C 糖花血色素 你看到糖花血色素 我们的目标是定在7 你看到8、9、10、11、12的 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 其实说实在的 大概会血糖控制好的 大概顶多两三层而已 7、8层他自己过得不好 那他就放弃了 拿一文来看 早上11点左右 因为血糖过低 赶紧吃了半份水果 午餐时间到了 他得再测量一次血糖 然后他会拿血糖柿子 出来放这样去 然后这个是柴血针 83 所以他刚低血糖 大概过了20分钟才生一点点 刚61马上20 熟练的迅速测完血糖 一文拿着碗和电子秤 真的得斤斤计较 确定吃了多少白饭 因为待会还要吃炸年糕 那你拿一些下来 午餐先吃50公克的白饭 再夹青菜 肉和荷包蛋 饱餐一顿 要消毒 准备施打胰岛素 这样繁复的吃饭模式 每天都得在学校上演 要砸针要注射 其他同学不免关心 校方更是担心 而幸运的是一文碰到了 非常友善的求学环境 所以我就是每天都会去学校 然后从早上送他去的早上点心 会帮他蹭 然后可能会待到11点多 吃完中餐 然后我们大概为期 应该有一个月多 还是两个月的时间 老师人也不错 他就直接跟我说 妈妈你不用来了 我觉得我可以 学校的部分是 他其实他已经在幼儿园大班 学会自己咽血糖 跟学会打肚子跟脚 所以他上小一 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校户一开始也很紧张 也是跟我说 妈妈要不要我帮他打针 我说不用阿姨 你直接看着他 你帮他核对计量就可以了 一文很独立 校方体量又有同理心 让他们一家少吃一点苦 但还有一群被遗忘的孩子 像是宅宅 像是牛奶糖女孩 博富松创办了 台湾儿童糖尿病关怀协会 制作绘本 让大众更认识糖尿病 办活动让病友之间 互相取暖 他也积极推动 希望连续性血糖监测 能够纳入健保给付 这种监测方式 只要由医疗人员 将血糖感应针 置入皮下 可以持续3到15天 自动监测皮下组织中的 葡萄糖数值 记录在接收器里 可以远端用手机等设备 监测血糖 免疫血糖监测CGM 跟一般的血糖市值 扎实不太 因为他每隔五分钟 十分钟 就一个血糖数字出来 你在学校也很方便 那就是说 那个糖病的学生 也不需要大众广东之下 老师说 你要给我验血糖 要上体育课了 你验完前 要不然我们都是建议说 上体育课的时候 血糖大概差不多 一百多左右 是适合运动 比如说你两百多 三百 或是说血糖可能七八十以下 我们就不太建议运动 因为怕会低 会高 会痛酸中毒 那你就不能通 你要在头前面前扎血糖 目前台湾有一万三千多名 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就算把连续性血糖监测 纳入健保给付 健保也不会跨台 还能让这一万多个家庭 降低经济负担 更重要的是 学校可以随时看到 孩子的血糖状况 不必实时提心吊胆 甚至因此 将孩子聚于门外 那我买的这个东西 我随时一看 我的血糖多少 那这样的话也是很方便 但是他的问题是 他的家庭比较贵 如果有给父母监测血糖 孩子不必在众人面前扎针 好好念书好好生活 专心面对病魔 而不是让这支魔 竹起求学高墙 又一口一口吃掉他们的心墙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老方杰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关注